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干吗 舍不得下来啊 下来啊 下 下 喂 一起 吃晚饭吗 不用了 我泡了方便面的 不要吃方便面 喂 我才刚帮你放完灯泡 你该不会连个方便面都舍不得 请我吃吧 很辣的 那又怎么样 好吧 你这人有什么同情心啊 我已经就怀疑你的嘴巴一定有问题 这么辣的东西怎么吃下去啊 我不是提醒过你吗 是你自己一定要知道 不过 不过要不是今天亲眼所见 我还真的很难想象 总经理吃方便面的样子 什么叫难以想象 总经理也是人啊 总经理不能吃方便面 没有啊 你看你这个人做什么事情都这么讲究 就泡个咖啡 没有那么多要求 我觉得 你不像是那种 会吃方便面的人啊 爹 谢谢 你才上大楼的时候呢 为了要自理根 深 一天三餐都吃方便面 但不敢跟你家里拿一 deben钱 後來吃泡麵的關係 也把腸胃都吃壞了 常常吃了不少苦的 每天上足下鮮 那個時候 常常去運營掉點地 都是金金陪我去 一陪就是陪我一個月 金金 是不是 就是那條項鍊的主人 不是這麼八卦的人 你自己說了 不過就是問一下兒子嗎 金金 不是我以前的女朋友嗎 我記得啊 我媽告訴過我 是我爸爸在世的時候 特別疼我 那年我才三歲不到 有一次我摔跤了 媽媽就不停地對著地面跺腳 說都怪這地不好 害得我們小菊摔跤 爸爸就怪媽媽 說這怎麼能怪地呢 明明就是小菊自己走路不看過 你這樣的話呀 會把孩子給寵壞的 後來 爸爸走了 媽媽 再摔跤 媽媽 再也不多腳踩地了 媽媽說 小菊 要記住你爸爸的話 要把你走的路看清楚 哪怕摔跤了 也不要害怕 因為每摔一次 你就會走得更穩一些 如果有一天 媽媽也走了 你一個人走路 媽媽 也不擔心了 好 吃飽了嗎總經理 很棒 謝謝 這有什麼好切的 這麼便宜的東西 就是怕你吃不慣 基本上味道還不錯 但是就是辣了一點 我要跟你說一件事情 關於總經理秘書的職位 一直在空缺 我在想我也找不到合適的 所以我已經跟人事部 都經理說過 俞傑 我到處找你了 我還以為你一下班走了 我正準備要離開 那一起吧 你也沒下班 我今天值班 剛吃完面 那我先走了 好 再見 再見 吃了嗎 一塊吃飯吧 我快餓死了 怎麼都不吃啊 沒有什麼胃口 是不太辛苦了 有的時候太累呢 是會影響到胃口的 也還好 也還好 對了 今天 伯母來過公司了 她想確定一下 殷克的名單 你把訂婚延後的事情 告訴她了嗎 你把訂婚延後的事情 對不起 不是我要故意告狀況 我也已經表達了我的態度 我說 她說 不想勉強 江儀 相信我 我不想傷害你 幹嘛要解釋那麼多呢 我都已經等了那麼多年了 不在乎繼續等下去 為什麼要這樣 小心翼翼 我好像害怕對方受到傷害 明明很介意 就偏偏要委屈出去 坦白說 我不認為這是推動感情的 最好方式 那請你告訴我 什麼才是最好的方式 今天謝謝你送我們回來 幹嘛那麼客氣呢 你給我受了傷 我願意免費當你的司機 當你全家人的司機 都沒問題的 全家人哪 我們家那麼多人 你還不得累死 沒關係 反正我也沒事情做 那你每天就這麼有手好險 什麼叫有手好險啊 說得我好像很沒用似的 對不起啊 我其實不是那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 這麼年輕就浪費時間 真的太可惜了 我覺得你應該去找一份工作 當然我知道你們家也不缺錢 可是一個人如果有了工作呢 他就會覺得生活很充實啊 找工作 對啊 可是我什麼都不會 你那麼聰明 應該一學就會吧 你真的覺得我很聰明 當然啊 我跟你吵過架 我跟你吵過架 你交過你開車 還被你捉弄過無數幾 你可一點都不笨 那 那我除了不笨 還有沒有別的優點 謙虛一點好不好 幹嗎要謙虛啊 你說 快說我還有什麼別的優點呢 不說 你說了 對 對不起 不是故意的 小姐 表揚一個人呢 是要發自內心的 你也太野蠻了吧 對了 今天 在你媽媽面前 說我沒有結過婚 什麼意思啊 我怕你尷尬啊 你是不是 看你媽媽對我印象不好 也有吧 謝謝 放心吧 我以後會在你家人面前 好好表現的 你家人面前好 你知道我今天陪天磊去醫院 我碰到誰了嗎 誰啊 爸爸也去針灸 爸怎麼了 今天我回來晚都沒見著他 不行我得上房屋去 謝謝爸 著什麼急啊 爸剛睡著 你免早就再去吧 不是 他他到底哪兒不舒服了 腰扭傷了 不過沒事 小毛病沒什麼大礙的 但你知道咱爸是怎麼受傷的嗎 怎麼受的 氣死我了 他是因為被白莉去醫院 因為白莉發燒 咱爸想去獻殷勤 爸也真是的 也不看看自己都多大歲數了 逞什麼能了 你笑什麼呀你笑 不是 你真的 這叫什麼是吧 這是愛情能力量 這老當益壯 老技福利 老婆啊 爸爸過生日那天 他把白莉當有咱們家 其實就是想跟我們擺明一個態度 你不覺得 他就是希望我們倆不要再管他跟白莉之間的事了 所以啊你生氣沒用 隨他去吧 你這話說的我怎麼隨他去啊 白莉跟爸之間的年齡差二十幾歲 對吧 你這這這生理事他他怎麼去找齊啊 你瞎說什麼呢又 你不能說起好的事情嗎 我也想往好想 要不然現在煩都煩死了 一邊是天壘一邊是爸 我怎麼那麼操心啊我 不 你你剛才說天壘天壘又怎麼了 我跟你說啊 今天啊是雨昕姑娘送我們回來的 而且她還陪天壘去醫院了呢 雨昕是誰啊 你什麼記性啊 就是那天晚上喝醉了以後來我們家大鬧那個女孩 汪雨菊的妹妹呀 是是她呀 不是說她要結婚了 咱們又來找我們家天壘了 聽說啊沒結成 不過我覺得這姑娘倒挺好的 至少比那個小菊好吧 人漂亮不說家境又好 最關鍵的 她能在我們天壘面前放下她大小姐的架子 多好 行了行了行了 你呀這叫是病急亂投醫 我跟你說 天壘要是真喜歡那個女孩的話 你還用擔心那個小菊嗎 是不是 天壘要是真是喜歡小菊 你再跟她撮合別人都沒用 反正我覺得我們家天壘挺喜歡她的 現在天壘可是去送她了 到現在都沒回來 這倆人啊肯定特有話說 我覺得挺好的 兒媳婦 兒媳婦 爸 爸來了啊 媽媽媽給我出生事 小菊 今天怎麼這麼晚啊 我跟你說過來我今天值班啊 晚飯吃了吧 你快要我嗎 你先講 今天誰陪你去針灸的 爺爺媽媽還有老高 爺爺爺爺爺去了 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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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怎么一点都不在乎啊 爷爷 小菊回来了 阿姨 叔叔 小菊今天好像回来得比较晚了 爷爷 小菊今天有加班 可是呢一回来听说您腰扭伤了 就赶紧跑来看您了 爷爷 您的腰没事吧 还是我们小菊啊 这关系爷爷 没事没事 老哥没老腿呢 连线到了 都是进场啊维修保养一下 有什么事您就跟我说我去做 您好当心身体 那么着急干什么呢 也就是扭了一下腰而已 没事快快就好了 我说你到底去不去呀 也不这样 你去澳洲你看 我送我回去 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走夜路我不放心 快报 你要去哪 爷爷的朋友病的熬点粥给他送过去 熬粥是吗 我去吧 阿姨都累了一天了 叔叔明早还要上班 我不去 小菊 你也才刚加班回来啊 我那是职班 职班 职班就是躺在办公室里睡觉 我都躺了一天了 我现在躺着胃睡不着啊 爷爷玩的这儿不好喝的 您的朋友一定会很喜欢的 小菊啊 你真的可以吗 我当然可以啦 我都睡足了 机身好得很 对了爷爷一晚把装饰到哪里啊 好 您就送到爷爷那个西装店旁边有些小吃店 叫莉莉小吃店 你直接送去呢 找他们的老板娘莉莉小姐 好 我现在就去熬粥去 麻烦你了 等一下 小菊 小菊 你刚加班回来 小菊 小菊 爸 你早点休息吧 就直到睡觉 好 那您休息吧 小菊 还是我来吧 你回去休息吧 好了大哥 找一个粥要两个多小时呢 里面还有工作啊 快去睡吧 快去快去 可是 你一个人 我真的不放心啊 这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从小就一个人走山路 再说了 这城里大兵业的灯 亮得跟白天似的 好了 快去吧 快快快去吧 去吧 小菊 小菊你别 妈 好 我去啊 你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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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妈 还没睡 在等你啊 一直没睡在等你啊 你坐 是为了姜宜的事吧 我刚跟她分开 那你们 有没有商量具体的婚期啊 我决定延后 来 朱小姐 你决定延后 那就是你的意思 不是姜宜的意思 对不对 小姐啊 你到底有没有替姜宜想过 你到底要人家等你等多久 如果要把这个过程当作是 冷待或是煎熬 而不是自然的过渡 我想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事 胡闹 玉洁 当初和姜宜开始 是不是你自己提出的 跟人家约定好结婚 是不是也是你定的 你现在要推三肚子呢 你的责任心呢 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你放我慢慢说 好好跟你说 我怎么跟她好好说 我没法跟她好好说 就在姜宜这个问题上 我说多少回了 她就诚心跟我们拧着干 是不是 当初我们让她和姜宜好 她不愿意 不愿意就不愿意吧 我们也就同意了 你又跟人好了 好了你就好好的 你现在又这样 你就是诚心跟我们拧着干吗 我我我发现你这一点 太像妈妈了 你说到哪里去啊你 小姐 林老师说 你是不是心里面 还想着梦津津津 我告诉你别想了 人家不会回来 人家已经结婚不会回来了 什么话 她回来我也不同意 我们这是宾馆吗 听到没有 我告诉你啊 那个津津津如果回来的话 我跟你爸是不会同意的 我跟你讲 雨洁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也老大不小了 你也算是一个男人了 一个男人就要说到做到 一言九鼎 我不管你当初 到底爱不爱姜宜 但是你既然跟人家说了要结婚 你就必须兑现 要不然 要不然你就是一个玩弄感情的骗子 你就是个花公子你知道吗 如果我娶了她 却始终无法做到爱她 也如果我娶了她 我们两个都不快乐 那这种承诺有什么意义 不 我说小杰 你怎么这么肯定说 你不会爱上江宜 我也曾经以为 江宜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朋友 以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基础 要努力成为爱人 应该并不难 可是后来我发现 她其实很介意津津地存在 所以患得患失 而我也介意津津地存在 害怕江宜受到伤害 我们根本无法继续走下去 哪怕是一步都很难 所以只能在原地回首过去 然后挣扎着不敢往前走 你这个傻人 有什么好挣扎的呢 你跟江宜你们两个就做一些 一般恋人该做的事 就比如说牵手 烛光晚餐 还有接吻啊 还有接吻啊 还有再接吻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能让你说错了 小杰我告诉你啊 没有感觉就摘人平 那不是害人吗 你做的对 千万别听你妈妈 是吧 不不不不 那是 你这怎么搞的 脑子坏掉了你啊 你算是在我这边 还站在那边 那墙头吵 你风吹两边打了你 什么叫风吹两边打了你 这是谁说的有道理听谁的吗 雨洁说的也 并不是个权光 你想想 晶晶已经是个事实了 摆在那儿 如果说江宜和她 都忘不掉这个事实的话 那就是个障碍 那就是一个鸿沟 不是一个臭水沟 那过不去的 要不然冬阳和七仙女 还用聚焦相会吗 谁没有鸿沟 我们两个都可以生活 三十多年了 在说什么东西 不要说我们好不好 说雨洁呢 你扯我们干什么呀 不然你先走 小姐 我跟你说啊 你不娶江宜可 你就一辈子单身 但是我话说在前头啊 如果你要是娶别的某的话 我是不会同意的 是啦 你回来你有本事说普通话 再说一遍 小姐 你妈妈说什么 你给我翻一遍她说我什么 我现在不用翻一遍她说不出什么好话 这更年纪呢 你不用听她的话 爸 对不起 让你们两个又担心了 没关系 你多大也是孩子 爸妈妈关心你那是应该的 不过雨洁 我说真的 你看江宜呢 我们也是从小看到大的 跟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 我们特别希望你们能好好的 可是你们偏偏天天闹别扭 我跟妈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许我跟江宜就像是两根平行线 一旦产生交集 你反而会把对方缠得死死的 脱不过气了 不 那不一定 你看你妈妈天天把我缠得已经死 好多回了 我们不是也在一起待了三十多年了 爸 我想问你 你看见妈妈会快乐吗 妈不在的时候 你会想她吗 你会因为妈妈的一句话 会生气或满足吗 我们俩之间 永远有聊不完的话题 而不必担心冷场吗 你跟江宜没有吗 爸 我累了 我先休息 我先休息 还是热的呢 刚熬好的 你熬的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胃口 爷爷说您生病了 说喝点粥会比较舒服 你爷爷想得真粥到 他今天被我去医院的时候 还把腰给扭了 现在 又让你给我送粥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样感谢你们 没关系 这都是应该的 你快坐 你快坐 好 我去拿碗去啊 来 我们两个呀 一起喝 我不吃 您吃吧 我已经吃过晚饭了 我不饿 好 吃 好 吃 真的很好喝 你刚才跟我说 你叫什么来的 我叫小菊 梁小菊 小菊 你为什么不姓好啊 我不是爷爷的亲孙女 我不是爷爷的亲孙女 对了 对了 没有 对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是那个 那个小儿子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有意让你伤心的 我 我 孩子 你看 我 你还是幸运你 你这不是遇到 好心的这样的好人了吗 是啊 是爷爷让我在深圳 找到了家的感觉 你比我强多了 我这么多年 也是一个人 我孤独伶伶的 你好在 你还有个家呢 你看我现在 一个人吃饱了 全家不饿 没人关心 没人问 我给你惨多了 没有了阿姨 阿姨您看 也有人关心您啊 就像您现在生病了 爷爷也会想着 跟你熬粥过来喝 对了阿姨 如果以后您想喝粥 或者是想吃东西什么的 您就告诉我 我做好了以后 我就随时跟您送过来 好不好 你这个孩子呀 真的有事 哪块好先生 把你收给孙女 爷爷说了 他在十二岁那年的时候 就失去了父母和弟弟 一个人生活 啊 所以 他特别能够体会家的重要性 爷爷还说 不是用钱 什么东西都能够买到 就像家 用钱就是买不到的 原来 他也有这么坎坷的经历啊 哎呦 我对他真的是寡目相看 对啊 爷爷是一个很有传奇素材的人 他真的是个了不起的爷爷 对啊 阿姨 喝粥 喝粥 粥都凉了 对对对 好吃 爸 来吃点早饭吧 放着吧 我一回去 小菊呢 在 好像要出去 爸 您那腰的伤好点了吗 好多了 今天呢 想活动活动 再躺下去呀 没毛病的躺住病来了 爷爷 我上班去了啊 小菊 来来来来 来 过来过来 爷爷有话问你 昨天晚上那粥送过去了吗 送过去了 你跟阿姨全喝光了 还靠我的粥熬得好呢 好 好 好 那你们有没有聊些什么呀 有啊 可是都是在聊爷爷 聊 聊我什么呀 聊爷爷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人 阿姨还说您是特别了不起的人 没 没什么 爷爷早 妈 早 早 天蕾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最近公司比较忙 我想回去做点事情 你这手要换药 又要针灸 哪有时间上班啊 天蕾啊 你这听你妈妈的话 你就在家休息吧 爷爷 我只是右手伤而已 我还有左手啊 再说了 我在家里待这么多天 还门死了都 要不 我把药带到公司 到时间帮大哥喝药吧 好 好 我到中午的时候 可以陪大哥去院针灸 公司离院挺近的 这样也不会耽误太多时间啊 小菊 你以为公司是你们家开的是吗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你怎么会开的 你把这些活动 我发现了 对我来说 你不要打算 我发现了 谢谢大家 在你身边 我发现了 你帮忙 我发现了 有个药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军啊 杜经理来过电话了 他说你到了之后啊 吃一趟人事部 人事部 什么 什么事啊 是不是要开除我呀 部长 我没有犯错呀 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的 别紧张嘛 不是开除你了 看把你吓得这个样子 好像啊 谁让你回总经理办公室工作啊 回总经理办公室 为什么 我猜呢 一定是总经理要你回去的 小军啊 这总经理对你可真好啊 之前呢 让我多多地关照你 可真还不放心 这不 索性又把你给调回去了 嗨呀 你可真是我 所见过的最命好的女孩啊 喂 你这个人是什么回事啊 你懂不懂什么叫领情吗 为什么拒绝回总经理办公室当秘书呢 谢谢总经理 可是 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回来 什么叫没有资格 你又不是没做过 就是因为做过 所以才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资格啊 我不懂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你对我这么好 我不想因为我的罗马和初心 要给你带来什么麻烦 你知道自己的罗马和初心 那可以改吗 现在这样算什么 公然在人事部拒绝总经理的 你是存起来让我下不了台啊 不是的 总经理 这段时间 我一直都在上计算机的课程 每次都发现自己不会的东西 实际是太多太多了 你是公司的总经理 做你的秘书 不是泡杯咖啡 那么简单的事情 我这个人 就没什么特长 只会打扫 最大的优点 就是不怕苦 不怕累 所以 清洁工才最适合我 我说你的人生就这么没有追求 难道你来深圳的目标 就是做一个清洁工吗 那当然不是啦 可是 我希望靠我自己的努力 去改变我自己的生活 而不是靠别人的同情和帮助 我只想 跟总经理相处走了 才知道 您并不是最初的那个样子 公司的人都叫您冰人 可有的时候 你也会让我觉得 不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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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为什么让我回去 所以 我不能接受啊 我不能给 对我这么好的总经理 丢脸 你怎么让我觉得丢脸呢 而且您又凭什么认为 我是在同情呢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 本来要求就比较高 所以一直没有找到 合适的秘书 但是以我现在对你了解 你是最好的秘书 好了总经理 你就不用安慰我了 谁安慰你了 没有信心 你不懂可以学嘛 你要是觉得电脑课程不够 你就学其他的课程嘛 你梁小菊就是天生助力 比别人没用吗 你要是真的会觉得 会给我添麻烦 自己争口气 给别人看看 给你看看 给我看看 你梁小菊并不是只会做清洁工 总经理 我决定的事情 没有人能改变 喂 喂 小菊小姐妈 我是赵毅 我听说了一件事情 所以想找你聊一聊 什么事 上次带走你的那个男孩子 是不是你男朋友 对不起 上次去相亲 并不是我自愿的 而且 我现在也没有再找对象 甚至结婚的打算 你好伯母 虽然我很希望能和小菊进一步地交往 但是我不想勉强她 所以还是算了吧 我很抱歉 再见 阿姨 等一下 我想跟你谈一谈 我想跟你谈一谈 听说赵毅今天去找过你 是的 你拒绝她了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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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